台股现金殖利率近5% 位居全球排名No.1 全要归功于台湾上市贵企业的高配息文化 也造就了股民热衷高殖利率的特别现象 不过追逐高殖利率可不能随便逢高就减 比如紧记循环股的经典案例 航运三雄 殖利率最高46%超吸金 但获利今年显著下滑 股价终将回归基本面 赚了席却赔了本 那可得不偿失啊 除全席忘记 优分析帮大家做免费追踪系统 大家只要扫描QR Code来安装 或者是点选下面资讯栏的网址 安装完你们每天想看的时候 手机电脑都可以打开看看 有没有新股票公布鼓励 或者是有没有即将除全席的好公司 这集老牛会透过私藏股 教会大家如何放心存 从历年数据找出稳稳存的定存股 利用工具帮你增加持股信心 最快8年就能零成本 记得在影片开始之前 订阅加小铃铛按下去 才不会错过老牛优惠连环送咯 老牛通常会等到第三季财报公布之后 开始估算隔年基优股的配息表现 主要是前三季的总获利 大致能推算出全年的获利样貌 外加往年配息的惯性就能得出预估值 这个时候提招卡位 后续等待实际配息公布 就有机会让法人大户帮忙抬轿 毕竟定存股就是配息配得好 逢低减便宜 未来就会吸引筹码拉抬 老朋友应该都还记得 在去年底的两部影片 三档高值利率存股 三档铜板定存股 总共介绍的六档个股 国防概念股神机 IC通路商智商 天智第一号水泥厂台泥 IC风测厂超风 IC通路商真理强 PC代工大厂人保 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吧 从影片发布至今年股价的好表现 报仇率不啰嗦 直接看图对对看 排名最为优异的神机 涨幅接近五成拔得头筹 其次分别为至上27.1% 台泥19.4% 超风17% 真理强14.2% 人保11.9% 其中神机与人保已经除息 代表全数打败大盘 你不止领到鼓励放孔袋 又再赚到价差了 如果想更知道这六档个股的解析 可以点影片回去重新复习哦 大家很好奇的是 现在买会不会太贵了 当配息政策出来 当然就要重新估算股价位阶 目前已有1400家上市贵公司 已经宣布今年的配息政策 只要配息数据一出来 下一步当然就是要更新估价数据咯 有在Follow老牛市场股的伙伴 知道老牛建议以平均股力法 对定存股来进行估价 其计算的逻辑是透过 近5年平均现金股力 乘上相应的参数 推算出便宜价 合理价 昂贵价的价格区间 另外还会纳入跳楼价 也就是目前10年线的位阶 同时放在一起做参考 倘若跳楼价10年线的价格比 便宜价还要高 那优先以跳楼价为准 毕竟基优股跌落至10年线以下 基本上也算是蛮低的价格区间了 老牛从上述挑出两档 同时也是市场股清单的个股 至上 真你强 手把手带你判断 值得入手的关键原因 当然还包括估价法罗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一档 至上 台湾第三大电子零主线通路商 仅次于大连大及文业 主要的业务是代理三星的记忆体 以及面板驱动IC等零件 获利表现 如果有在关心产业动态的朋友 从2020年电子业迎来需求爆发的时刻 到2022年下半年市场的需求饱和 库存不断的增加 连带影响至上的获利表现 从中可以看出通路商的营运特性 与景气周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如果只判断近期的获利趋势 股民当然会吓到啊 不过如果去了解 公司长期的获利其实仍在上升格局 那短期间对于这种周期性的库存调整问题 去年的股价下行是福是货应该就很好判断了对吧 了解产业跟个股的特性之后 紧接着看股利相关数据 近5年的股利表现 纵使去年获利5.16元 较前年7.02元下滑 不过公司今年的配息率高达8成 配出4.4元 高于去年的4元金额 从目前的股价44.55元来看 使得殖利率以下飙升至9.9% 今年的年均殖利率更是来到了11%左右 单从近5年的殖利率来看 也能够看出至上符合老牛喜欢的高殖利率股特性 并且公司目前连续14年配息不间断 近5年填息几率有80% 你能够不爱他吗? 估价法判断股价未接 这边可以从两个方向来看 本益笔估价法 平均股利估价法 先看本益笔估价法 从本益笔合流图来切入 目前的本益笔8.63倍来看 与近5年市场给予平均8倍左右的水平差不多 单从这方面来看 8倍以下都是不错的进场时机 平均股利估价法 跳楼价10年限等于26.9元 便宜价等于54.7元 合理价等于68.4元 昂贵价等于109.4元 目前价位44.55元 属于便宜价的股价位阶 倘若越靠近跳楼价 下方的支撑力道越强劲 以上两种估价法都可以自行做判断 第二档 森李强 为半导体零组件通路商 主要代理美国、台湾、日本、欧洲等知名品牌的半导体零组件 终端产品应用包括了资讯产品、消费电子、网通产品、工业与汽车电子 获利表现 与至上一样同属通路的商业模式 获利的起伏与半导体产业的循环周期有关 具有稳稳赚的特性 未来只要半导体的需求提升 都有助于曾李强的获利增长 近五年的股利表现 银配率长年维持9成以上 几乎是公司赚多少就会配多少 股利的走势几乎与获利一致 若以殖利率的角度来看 至少都有5%以上 今年配息3元高股息 以当下的股价32.5元来看 殖利率达9.2%也很甜 加上连续配息25年 近五年填息几率6成的记录 仍然受到不少存股足的喜爱 估价法判断股价位阶 先看本益比估价法 目前本益比为9.79倍 对照过往市场给予的 8到12倍区间来看 目前属于安全进场位阶 用本益比的判断方式 要确定长年的获利 必须维持在稳定或者是增长的形态 才具有参考的价值 平均股利估价法 跳楼价等于21.4元 便宜价等于35.3元 合理价等于44.2元 昂贵价等于70.7元 目前的价位32.5元 属于便宜价的股价位阶 在合理价偏低以下的位阶 就会相对安全 学会估价之后 老牛再来分享零成本之数 也就是透过报警处理 长期领期的过程 让持股的成本逐步降低 直到完全零成本的境界 这可不是幻数 用工具直接呈现给你看 到古海老牛抱紧股的 鼓力回本模型套件 以至上为例 简单两个步众 就能够透过工具算出答案 第一步 计算年复合成长率 以近五年的鼓力数据来看 年份填入5 2018年的鼓力3元 所以期初的数值输入3 2022年鼓力4.4元 期末的数值输入4.4元 按下确定之后 就可以得出年复合成长率8% 第二步 计算鼓力多久会回本 现金股息输入最新数据4.4元 年复合成长率8% 5年之后成长率保守看待3% 买进的价格44.5元 按下计算后 马上就能够看到 持股第八年就能够达到 赚鼓力回本零成本的境界 我们再来一次 以真理强来看 第一步计算年复合成长率 以近五年的鼓力数据来看 年份填入5 2018年鼓力1.7元 其初数值输入1.7 今年的鼓力3元 期末的数值输入3 按下确定之后 得出年复合成长率12% 第二步 计算鼓力多久回本 现金股息输入最新数据3元 年复合成长率12% 5年之后成长率保守看待3% 买进价格32.5元 按下计算后 跟至上一样 持股第八年就能够达到 持股零成本 参考工具这样会用了吗 除了算出持股多久回本外 伙伴们也可以透过鼓力的预测 算出复利滚存的未来报酬率 同样在古埃老牛抱紧股的持股信心模组套件中 就能帮你算出来 一样用至上真理强来为大家详细说明 先从至上来看 至上现在的股价44.55元 现在买进一张 投入44,500元买股 并且把收到的股息再投入买股票 每年底再加码12万元 假设每年的股息成长8% 预期每年股价上涨3%的话 持有10年之后将自动累积到48张持股 总资产将达到292万元 累积报酬率134.8% 再看到真理强 真理强现在的股价32.5元 现在买进一张 投入32,500元来买股 并且把收到的股息再投入买股 每年底再加码12万元 假设每年的股息成长12% 预期每年的股价上涨3%的话 持有10年之后将自动累积到76张持股 总资产将达到334万元 累积的报酬率170.97% 别小看富力的威力 到后面可是会越来越明显哦 从各股分析到估价教学 最后再透过好用的工具来提升持股信心 这套方法记得多看几次学起来 按照惯例 影片的最后老牛来帮大家做总结 1. 选择高值利率股 不能只看值利率 也要留意股力是否随着获利来增长 近5年的填息率 股价的波动最好也要比大盘还要低 况且高值利率股也能加速持股回本的速度 当股价下修时也有显著的买盘支撑 2. 今天介绍的两档同板股至上 曾里强都属于便宜价以下的位阶 并且值利率都有9%以上 详细的数据统整给你看 3. 最后透过五海老牛抱紧股套件功能 鼓励回本模型带你算出持股多久回本 持股信心模组算出10年总报酬率 提升持股信心 透过复利让你未来的资金放大再放大哦 千万要记得高值利率股记得搭配 近几年的平均填息率一起来看 我都会搭配方便的工具来使用 找到填息后股价仍然持续上涨的个股 才能避免左手换右手的窘境 今年高值利率股将近300家 下次想听哪一档高值利率股呢? 1. 联发科 值利率11.2% 2. 经济 值利率8.1% 3. 历程 值利率7.4% 4. 伟创 值利率5.2% 在下面留言告诉老牛哦 今天老牛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 记得到股海老牛APP中领取7则终身优惠 股海老牛APP让你了解公司的营运模式 深入分析财务绩 看完影片请你记得按赞订阅与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次上新影片的时候 就会推送到你的手机里咯 如果错过新影片也没关系 只要到老牛的频道中 就可以看到我的所有影片 下次想听哪一档股票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老牛 湖海老牛带你挑便宜股 报警公司大趋势